2016立委选举 以往政治版图蓝大于绿的台北市 参选人呈现爆炸的局面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 宋楚瑜明白地点出 首都市长在选战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民进党却抢先一步 要和柯文泽共组跨党派的 首都改革阵线 打算要来复制去年 九合一柯文泽的 在野大联盟模式 翻转台北市的蓝天 拿着香起伏参拜 台北市长柯文泽参加 文山区志鸿池动土典礼 但在专注市政的同时 近日民进党密集找这位 人气市长磋商 要复制柯批在野大联盟模式 想在立委参选爆炸的台北市 翻转蓝天 在想说台北的选举能不能 跳脱这种意识形态对立 不要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 采取一种选人不选党 或者说他是一种 这种议题式的选择 我还在思考 这些东西 容许我这几天来思考一下 民进党和柯文泽将共组 跨党派首都改革阵线 包括批绿袍 却已无党籍参选的 前柯文泽竞选办公室 发言人潘建志 时代力量林昌佐 绿色盟范云 都受到民进党支持 还有亲民合作的黄珊珊 也在名单中 以及国民党开除党籍 和柯文泽交情较好的 李沁元和杨石丘打算全力拉下 北市各选区国民党候选人 这个就是有趣 不要有趣的选举 但是但是这种论述 什么还要再想一下 还是要做选择 在现阶段 他们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我相信柯市长 他了解到守租的格局 不管将来是谁主政 中央政府必须跟台北市 连宋楚瑜都明白点出 首都市长在选战中的 地位三胆蛙龙 却抓不住柯文哲的行动 虽然他说过 要让台北市成为蓝绿非军事区 如今却有走蓝绿局之间 有条件的支持特定参选人 也为他的政治之路 增添更多的想象空间 记者综合报导